我们都梦想拥有自己的动人豪宅,但宁肯曾想过,其实真正的豪宅不在于平数的大祸小,而是空间盛装的细度、艺术与独有生活品味。 今天就是爱助设计家将带您来到店不想象拥有创新酒窖的百瓶前卫豪底,黄翔曲。 究竟如何反转中国乌格局困境,建构容纳一国狂观配对的度假及豪宅呢? 최대 1 樽搭位尽量游戏 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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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尚夜店 其实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三层楼的楼中楼 但是隐身在大楼的顶楼 看不出来吧 空中别墅 我们的屋主大概20出土水 然后家室很好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 朋友可以聚会 然后他二楼可以住宿 他三楼可以开巴 整体空间大概有多少坪数 全场坪数有100吧 内部他整体大概有快90坪 他不是单层的公寓了 他是一个三层楼 近百屏的别墅 那他的进场 一定要有相当的一个气势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他大概总通道的话 把它拉开来 透过空间各方面的一个折射 然后视觉的一个选取 还有光线的一个处理以后 我们大概把它拉开到 360公分宽 其实刚才我们一路从大门口 走这个玄关的廊道走进来 我才正在跟雷伦哥聊说 其实这个廊道真的是不宽耶 Ellen哥说只有80公分 但是走在当中的感觉 你却觉得一点都没有这种拥挤 跟压迫的感觉 这当中Ellen哥运用了多重的手法 让他达到这样的视觉感 所以在80公分里面的话 单侧开始往外 往外做一些整理处理 把那个穿鞋仪啦 各方面全部摆上去 然后钉高钉高 然后利用这个空间的高度 然后我们摆上把它立体的画 往外拉 然后正面用镜子 我们从80交到40就100 100在外面再60 那就160 160正面镜子再对开就320 这是我刚才说的 运用多重的手法 让一个本来蛮狭窄的通道 变得视觉很宽阔 然后一路走进来就看到 哇 这个时尚前卫时髦的风格 一楼你帮屋主规划的是一个 全宫领域式的空间 而且一进门就看到这个 哇 很大型 像装置艺术一样的重金属门口 这是为了展现屋主 他个人喜欢的精神跟风格 年轻人嘛 前卫嘛 Fashion 第一个 你要给他一种 Heavy metal的那种感觉 第二点 你的空间要够宽敞 第三 你的高度要拉出来 因为你必须有很多的功能 你这些功能没有办法去区分 你一区分的话 它们被切开以后 前面就变很小了 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变成客厅要跟书房连结 跟吧台连结 还有跟餐厅连结 最好是跟后面的厨房 最后开放式厨房也全部连结 然后绕一圈回来穿回一个圆形 你看开派对人喜欢这样圆绕来绕去 才不会说被受到限制 框体的周围全部拿来做功能 客厅 书房 餐厅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你既然都穿在一起 它们的必须一个一个都没有界线 也没有隔间 那你是要延续不断的材质 各种不同 像工人柜 然后重金属门拱 书房后面的气室书柜 餐桌 餐柜 就沿路一路下去 你根本就没有拆分的状态 所以你必须让它整合从同一视觉 而且它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 白金时髦时尚的氛围 所以这一次你选择的异材质 它都是往这个色调方向再结合的 比如说我们的银色的门拱 还有你选择的一些特殊的地砖 或者是一些门片上面的手法使用 都是往这个色系在走 木纹有在这 钱到不行 只是要它的质感而已 然后白木纹也有 也是要它的质感 其他来讲 其实目前线细里面可以用得到的 枪色的镀态 不锈钢水波纹 然后超大板 320高的大板 1米6宽的大板 这些淘板大板 不锈钢水波纹 枪色镀态 然后再加上电动各种不同 你看整个窗户从镀态抱起来 所以我用同一支镀态 枪色直接走到底 但是其他的材质完全都不同 但功能也不同 所以你视野看过去的时候都觉得 相当的连结跟协调 可是仔细靠过去的时候 发现每个地方功能都不同 又各有各精彩 在整个一楼空间的算正中心点吧 Alan哥你帮他放了一个吧台在这边 有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吧台比较高 比较高的时候 你在一个所有的范围里面 一定要让他先递件事 让它消失 所以他的脚就不见了 所以像是浮起来了一样 主人或者是女主人 坐在站在这里 要整理面对所有人 都可以看得清净出入 谁缺了香槟 谁需要喝什么 派对的时候 你只要往里面走过 这里刚好这个中心点 你要这里可能摆满了水果酒 摆满了所有的东西 那这样走过来的人就可以拿得走 所以这个位置要飘起来感觉才有时尚 然后他的位置刚好在这里中央 他就是在一个所有环境 客厅 书房 还有餐厅 他们的一个绕圈 你就像是一个视觉的魔法师 因为在有限的高度或者是宽度当中 你总能够用很多很特殊的手法 让视觉可以延伸 甚至是无尽的延伸 在天花板的部分 你很巧妙地运用镜面 而且用在什么位置也是有学问的 这是葡萄牙的设计灯 这种灯法 也是它跟镜面拉高五米的一个结合 它有穿透性的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设计 跟材质上面的一个链接 一体成型的东西 所以你一考虑它的时候 你要全部考虑到它是一个亮点 包括所有的细节 你用灯的一个亮点 来吸引曝光 让你的镜面的挑高 变成余光的一个享用 就不会去专注于镜面 那像一楼市屋主招待朋友 开party 享用美食的空间 往上一层呢 就是他个人 要好好放松跟休息 甚至有度假感觉的一个私人空间了 Ellen哥带我们去看看 好 没有问题 来来来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酒窖 Ellen哥 把酒窖跟楼梯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很突破的手法 我们想一个豪宅来讲 它的楼梯 楼梯上去它量体会占到很大的空间 如果一个酒窖 豪宅就要一个有气势的酒窖 起码也要三到五平 你想想看 我们就已经在精简 这个瓶数了 瓶效的使用了 那如何让这个瓶效发挥到最大 所以我们在想 我们如果去找到一个空间 是跟那个酒窖的量体是一样大的 然后又可以这样子把它融合在一起 对 楼梯 楼梯跟酒窖两个 它们是可以结合的 如果我们把它给金属化 把它给稍微有点工业化 因为它们都需要结构 强而有力的结构 酒很重 人更重 所以楼梯用结构处理的时候 控出这个结构 把楼梯跟酒窖的结构两个融合在一起 它可以省掉一半的空间 那因为我们楼梯够大 所以说展现出来的一个酒窖 就会非常的有亮体 有那种力量的感觉 而且再加上这个酒窖的功能 打开灯点亮了之后 哇 这简直像是到了一个 很豪华的这个商业空间 才会有的视觉效果 在家里竟然可以有这样的呈现 它可以放掉300瓶的酒 这个收藏量虽然是很大了 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刚画出来以后 都还没有开始问 它就这个很好 太暗就我觉得 对 直接讲说 这个太聪明了 因为这样就可以省掉一半的空间 而且它每天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看到它的长久 我们在所谓的评效发挥到最大 它的空间都是重叠的 互用的 所以我们的绕一圈过来的一个空间里面 到了我们的厨房 厨房其实它一边做菜的时候 一样可以一边欣赏这个酒窖 一样可以欣赏这个楼梯 这个整个楼梯都要变成什么 这个一个视觉的一个焦点 所以当我们在上楼梯的时候 它的左侧右侧 我们运用很多的镜面的处理 部分的镜面 去把它拖开它的宽度 然后用这个墙壁的整个一个高度 一个亮体 让它上去有那个展示的功能 然后从下面延续上面整个到上面 那过程当中我们摆设很多的艺术屏 让整体的空间跟美感 跟屏效使用去融合得非常优秀 你是觉得怎么走 你的功能怎么拿 都是非常的一个赏心悦目 在同一个空间当中 各自有各自的领域 但能够共享这个中间最美的视野 就是要考验设计师功力 如何去将这个最中心的位置置中之后 周边搭配得很好 就是现在这个楼梯这个区域了 那么在一楼是公共领域嘛 到了二楼呢 它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是一个很沉浸很度假的感觉 那我们是不是赶快上楼看一下 起 哇 哇 这个延伸三层楼的酒窖 真的气势非凡耶 连接着客房进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主卧室了 哇 很少有在主卧室当中 可以从我们的顶楼部分 引进天光 有这样的一个天井设计 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Villa区块 营造度假风 你帮它定调是什么样子的风格 跟希望它在这边享受什么样子的一个氛围 一楼是一个坝 这里就像它的Villa 我们在Villa里面一定会有绿花 紫栽 有高张力的一个潜艇 设计里面我们看到 昨梦豪宅新美学重新定义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 贫校要互相使用 你要把豪宅气氛做出来 一定要挑高的感觉 天井影光下来度假的感觉 那从主卧直接到露台 空间共享跟楼梯 三层楼的大型酒窖楼梯 能够试穿并存 所以这整层感觉上就像一个什么 一个大型的Villa 有酒窖 有花园 有主卧 而且是濒临在一起的 是整体的视觉 设计里面是从这里开始 那感觉的发想是从 WM饭店的五把道Villa 不管这个空间当中 它原本的限制是怎么样 你都是绞尽脑汁 想尽办法 要把视觉突破再突破 然后要让日光延伸再延伸 然后让空间舒适再舒适 像在这里呢 真的就因为视觉的穿透 然后还有你整个氛围的营造 突然就好像到了巴厘岛度假一样 其实当你度假的时候 你就是要有Bar的那种感觉 然后可以去喝别小酒 然后你休息的时候 要让你比你家更Relax 所以这种做法来讲 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 其实这就是当你去国外度假的时候 那种他们要营造你 这种国际饭店营造给你的 就是让你最好的声光享受 让你最好吃的美食 让你最休闲的一个住宿 最美好的睡眠 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 一楼跟二楼落差这么大 你如果把它装成一个饭店来讲的话 其实它就让你来度假用 主卧套房以Mila设计概念 呈现一国度假风情 为体贴上流社会生活细节 于全市卫浴规划度模设计 满足使用清洁与文感的多种享受 而二楼四领域除了主卧房之外 也另外配置了次卧套房以楼梯酒窖作为休息端景 利用工步造型呈现现代利落质感 因为处于建筑最高点的优势下 构思了如在巴厘岛度假的空中花园为蓝图 所以除了花台设计 缘结结了烤肉平台 户外座椅 绳索帐等户外设备 让兵主静欢享受欢聚的时光 竹梦新美学开始 对官人关心关静的一个剖析 然后对环境的一个了解 跟整个社会演进的一个过程 到现在目前的一个结果上 最适合目前的状态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要如何去把空间的限制给突破 同样的能够创新 能够精致 能够有豪宅的气势 但是并不局限于空间 一定要在大型的别墅 一定要楼中楼的房子 透过竹梦豪宅新美学的一个运作以后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 你心目中的一个豪宅 努力打拼的你 努力生活的你 每一个人都值得最好的豪宅